各位觀眾,我想喝了一口氣,想喝了一口氣,請喝了一口氣 哈囉,大家好,我是蓋因,今天是事發之後的第八天 請給大家看一下目前臀後的狀況 由臀後至小腿,產生多數的瘀青 尤其是筋膜的尖隔處,又很明顯大範圍的紫黑色的一半 11月30號星期三,我在拍攝頻道影片的過程中發生了一場意外 原本只是拍攝很單純的體能檢測項目 內容大概是左右橫移,遮翻好,倒退好,直線衝刺等等 我就是在直線衝刺的時候,一個看似很單純的動作下 拉斷了我的腿後肌纖維 那先給大家看一下當天的衝刺影片 GO 我在衝刺到一半的時候呢,很明顯的感受到我的大臀後側 啪一聲 那就很像橡皮筋拉到極限後斷掉的那種感覺 那在斷掉的當下呢,其實我心就涼了 因為我知道,如果能聽到身體發出的警訊,通常都不會是什麼好事 大家仔細看可以發現,我在衝刺到終點前其實就開始減速了 那衝刺過終點後呢,我的右腿後側是非常疼痛的 那當下呢,我有點痛到不知所措 那就是站著很痛,痛到站不住卻也沒有辦法做 因為坐著呢,會拉成我的臀後肌群 然後坐著跟躺著呢,都會壓迫到患部 讓患部更加疼痛 所以最後呢,我只剩下趴著這個選項 當天呢,我趴在修場上大約過了半小時 我真的是除了趴著以外呢,什麼事都做不了 後來就被救護車送到醫院 那其實當下呢,我也想過要先趴到旁邊的椅子 看看是不是休息一下就可以走路了 甚至可以繼續把影片拍完 那也還好當下苗層城牆,乖乖被送到醫院去 院方幫我用草原鍋造出的腿後 有很長的肌肉斷裂點跟血泡 那也幫我打了止痛針 那很不顯呢,我在短時間那時不太快 正常行走 但當我以為呢,大不了是休息幾天呢 少走路,少站了就好 那直到呢,我在病床上面 想要試著坐起來,我才發現 我裡面站著 因為坐著呢,會壓迫到患部 那個真的是非常的痛 它這個肌肉施裂上的痛呢 一壓迫或是你想要用力 就很像抽筋的夾搶板 但抽筋呢,可以靠拉長肌肉固定肌肉長度 來舒緩腿痛 那肌肉施裂真的完全拿到每一折 而且患步在臀上呢 真的是非常的影響深 比如說,撿東西啊 或是穿褲子、穿鞋子、穿襪子 或甚至上廁所蹲馬桶的時候 該 那這樣你是怎麼蹲馬桶 我就兩隻手 兩隻手 左手撐著馬桶蓋的邊緣 右手撐著中間 然後只用左邊 就是坐在馬桶上 然後右腳是完全不能壓 因為超痛 我就這樣,撐著上 超累 十二月三號星期六 我們來到了園利復健科診所 預約了復健科運動傷害的專門醫師 郭忠寶醫師 那我再摸一下 先確定一下大概 大概就附近吧 對 一直撈進去 這個有瘀青 有瘀青通常就是有一些肌肉肌腱斷裂 才會這樣瘀青 所以我們等一下仔細看一下 他剛才撈進去在這邊 我們等一下會用比較深的超微波探頭 我看你的肌肉纖維的狀況 所以你的肌肉算比較厚啦 所以我們要挑釋一下 喔 肌肉比較厚嗎 比較厚的話會 不然你的就是 比較壯 比較壯 比較壯不是好事嗎 好事好事 紅色的地方大概就是 可能我們懷疑有一些施裂上的地方 這個血流 如果就是說你如果有急性施裂 我們就可以看到一些 比較偏紅色的地方 那就是這個血流增加的地方 這個大概就是施裂上的地方 你這裡肌肉就會有一點熟 很快 這邊就比較深了耶 這邊有大概五公分的施裂 五公分深度的施裂上 有兩個受傷 這個淺的 這個看起來放的還蠻小的 這個應該還蠻好治療的 那你會恢復很快 但是你這個地方你會覺得比較痛 是 但是你剛剛那個深層比較嚴重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一個比較深的 這個是比較嚴重的 OK 所以你有兩個問題 理解嗎 OKOK 那肌肉施裂上 我們基本的休息就是六週 至少六週 要到六週 你是施裂上啊 你不知道要殺人 在侯醫師的診斷下呢 發現我的腿後有多數的施裂上 存在於前層以及深層的部位 大家現在呢 一定想說 就是跑的步嗎 怎麼會這麼嚴重啊 搞到肌腺會斷裂 然後還內出行 對 然後我自己沒有發生過的時候 我會覺得 真的是很荒謬的一件事情 當我們在測PR的當下 受傷風險相對是比較高的 短跑充斥呢 他也是在測你的個人最佳紀錄 我平常會踩同散車 會練跳繩 所以敏捷鞋條爆發力 都還維持在一個水平 但回禮度短跑的 從事訓練呢 完全沒有安排在我的日常課表中啊 那這也導致了 我在這次的從事過程中呢 討斷了自己的腿後肌纖維 那麼在什麼條件下呢 容易發生拉伸的情況 第一 在本身不足 肌肉溫度偏低的狀態下呢 劇烈運動 第二 柔軟度不足 肌肉太過緊繃 在收縮的過程中就容易斷力 第三 肌肉過度疲勞的狀態下呢 從事高強度的運動 第四 肌肉強或失衡 導致落邊肌群容易受傷 另外還有像是天氣突然的巨變 或是從事不擅長的運動 還有你在健身或是日常生活中 知識不良等等 我自己在檢討這次受傷的過程中呢 認為是前面的總和測驗 導致肌肉過度疲勞 腿後柔軟度不足 加上肌肉強弱失本 最重要的是全力進行了平常沒有訓練的短跑衝刺 才會導致嚴重的肌肉失裂傷 當我們發生肌肉失裂傷的時候 該怎麼處理呢 首先肌肉失裂傷的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輕度、中度跟重度 輕度呢肌肉小部分纖維失裂 當肌肉用力或是按壓緩步時呢 才會有起疼痛 外觀並沒有什麼特殊的異常 像我們平常在做重訓的時候 也是會產生肌肉小部分的纖維失裂 可能隔天睡醒會覺得肌肉痠痛 這個時候也不用過度擔心 補充蛋白質的硬素 休息之後呢肌肉修復完就會變得更加強壯 中度 肌肉發生相當多的纖維斷臉 輕觸或是稍微用力 就會感到相當的不適 同時可能 露發血腫的現象 受傷肌肉的肌肉呢 受到限制或是明顯減弱 外觀可能會腫大 局部凹陷 產生瘀血等等 這個時候呢請一定要就醫 需求醫療的幫助 那我自己在2019年的時候呢 也曾經在一次訓練中 拉伸我的臀部肌屬的深處 還不至於到不能走路的地步 所以我就想說放著讓他自然好 直到現在過了三年之後呢 我只要做腿後拉伸的動作 那個臉就會開始痛 所以如果你發生肌肉失戀傷 請找專門的復健科診斷治療 治療項目很多 像是注射、藥物、儀器、徒手等等的 醫師都會給你建議 告訴你適合哪一種治療 像這次呢 侯醫師是幫我做了PRB的註射治療 如果你是重部肌肉肌纖維完全斷裂的 那就是馬上就醫開到進行肌肉或肌腱的混合手術 那可能還需要住院 因為基本上你的患部呢 是完全上肢功能的 患部會大量的內出血 斷裂的肌肉呢 會縮成一團 你也許有看過 就是健身者呢 他們在練硬舉的時候呢 拉非常大重量 然後他們用正反握 然後握起來的時候呢 反握的那隻手二頭肌就斷裂 就這樣Q起來 如果你是重部的肌肉或是肌纖維斷裂的話 你在恢復過程這條道路上 肯定會非常的艱難跟漫長 但是呢 請記得一定要保持正面 愉快的心情 不要懶上惡心 我知道這一點很難 但是就是 盡量呢 找一些會讓你開心的事情去做 在看診的過程中呢 侯醫師也跟我們分享到 在他的病患中呢 有抽菸的患者的康復時間 會比沒抽菸的患者來得高上許多 喔 抽菸的差最多 抽菸的什麼傷都不會好 喔 有沒有聽到 抽菸的朋友 抽菸的什麼傷都不會好 抽菸的什麼傷都不會好 真的喔 他骨折也不會好 他肌腺撕裂也不會好 有傷就是半年之後也不會好 呵呵呵 我這邊呢 能分享給大家的就是一些 能預防拉長的方式 運動前做好軟身 平時多提升柔軟度 另外在肌力訓練當中呢 疑心運動對於 預防肌纖維斷裂 以及強化肌力的效果會影響 大家在訓練過程中呢 記得好好地做好疑心控制 像機械腿後勾 波瑪尼阿密局等等的動作 都能很好的加強腿後車的肌群 如果你今天已經嚴重拉傷了 請直接尋求醫療幫助 讓醫師幫你評估 肌肉失業傷症的狀況呢 很複雜 有沒有傷到乳頭 有沒有傷到肌腱 有沒有傷到冷帶 肌纖維斷了多少 患目有多深等等 所以呢請不要自行判斷啊 在網路上隨便找一些資訊呢 自己當期的醫生 那天氣越來越冷 希望大家都能做好預防 平平安安的健身 最後呢也非常感謝消防隊的同仁 以及醫護人員啊 當下看到你們 就跟看到救世主一樣 那也謝謝侯醫師呢 幫助我治療肌肉失業傷 那侯總保醫師呢 他也有出個人的術籍 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搜尋全身疾痛點地圖 也可以搜尋侯醫師他的個人粉專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先到這邊 大家為了任何問題 你會在影片下方留言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否有發生類似的狀況 我是劍蓋 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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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kiej 然後